这要去哪里 这要上七篇呢 这是河南死刑犯包冲廷零行签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包冲廷父亲们就丝毫畏惧 甚至还在强言欢笑 而他的家人却没就一人出现 这就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 签了为他送信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情 竟然落到如此重判清零的下场 2008年初冬 河南省三门峡市显得隔壞寒冷 这一天三门峡市里的某看守所里 有三个死刑犯即将被押覆刑场 而其中一个40岁的男人却显得隔壞逗出 他叫包冲廷 与其他两个死刑犯的痛苦悔恨不同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不仅没就任何悔恨和恐惧 还非常的从容 一举一动都透露着 不该出现在男人身上的容眉 现场来了很多人 其他两个死刑犯的家人全都掩灭痛哭 然而包冲廷的面前却没就一个家人 甚至连朋友都没有 这就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定语 前来为他送信 他一脸轻松的询问记者 他就去哪儿 随即又露出嘲讽的微笑 自讳自答地表示自己要上西天了 也许是觉得自己罪业深重 他现在细心只想服辞 因此当法官宣徒完他的罪行 询问他是否还有话要说时 他果断地回答没有 当法官询问他是否有遗言或者信件 需要传送给家人时 他稍后犹豫了一下 随即又坚定地表示拒绝 一切就绪后 在法官的指示下 包容亭淡定地签字确认 而记者也对他进行了最后的采访 此时的包容亭 破有一种 破罐子破摔的摆烂心态 不仅们就丝毫紧张 甚至还反客为主的询问记者 跟他说话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当记者回答没有不舒服时 他才如是政府 随后记者询问起了包容亭的家人 他似乎对自己的家庭非常满意 不需要过多提问 就能侃侃而谈 而当记者提到他父亲时 他却突然一改之前的从容淡定 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记者曾找到过他的家人 希望他们能够赶赴现场 送包容亭最后一程 但却被他的家人无情拒绝了 而当包容亭得知这个消息时 并没有感到意外 似乎早就料到了 最终他只能在法警的押送下 独自赶赴刑场 潦草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么这个从小及家人 宠爱长大的人 为何会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 却没有一个千人相送呢 而这一切都要从包容亭的人生经历讲解 你对家里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有没有疑言 家里没人了是不是 没有什么要说的 对家里其他有没有信 有没有疑言要说的 说什么要死了 说什么要 这是2008年 河南死刑犯包容亭 生命即将终结前的最后影像 奇怪的是 他从小备受家人宠判 但此时 这门就一个家人前来为他送信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 就令家人如此痛恨他 1968年 包容亭出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 父亲曾经当过兵 退伍后靠开车政签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家中的生活算不上富裕 但还算过得去 包容亭家里一共五个孩子 他的年龄最小 再加上大哥小时候得了小孩麻痹症 因此家里对他这个男孩宠怀有加 包容亭的父亲虽然当过兵 但对于几个孩子的要求 却并没有很严格 只是希望他们健康成长 以后好好工作 不做违法乱纪的事 对他们的母亲好点就行 一家几口生活的幸福美满 成了别人羡慕的存在 然而这种美好的生活 却在包容亭高中毕业后 逐渐发生了变化 当时家里不惜一切代价 供包容亭读书 但他却辜负了家人的忌惮 不仅美女考上大学 还成了肯老族 1987年 19岁的包容亭 在家人的安排下到坝头工作 负责办公室的杂活 刚开始他确实做得不错 但渐渐的办公室的人就发现 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仅先兴趣一致 没有男人的阳刚知情 还特别喜欢跟男的聊天 他觉得自己在和别人正常相处 但男同事们却觉得 他看人的眼神带着萎缩 因此男同事们开始排斥他 女同事也都用有色的眼光看他 最终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 于是他在这里工作了 三四个月就主动提出了辞职 而他与男人来往密切的事情 也逐渐转开 甚至有很多不怀好意的男人 专门来找他 而他明知道 别人有意看他笑话 但还是和这些人混在了一起 起初家人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辞职后 家里人又给他找了一份血高厂的工作 原本他想好好工作 但经常有难得 以各种理由去找他 因此这份工作 他只干了一个月 就再次被辞退 事业后包容厅非常伤心 总觉得别人都能靠自己挣钱 他凭什么不行 正好此时百货大楼正在招工 于是他重整起骨头的简历 没想到竟然真的面试成功了 由于他并没有跟男人断绝来往 因此他的母亲经常唠叨他 而他不去家里 也确实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正当两人即将谈混乱架时 女生却突然反悔了 原来他的朋友们非常看不惯包容厅 觉得他们又阳刚之气 因此对他再三阻拦 女生最终被朋友们说服 和包容厅分了手 而此时包容厅的工作也出现了问题 越来越多的男人慕名而来 经理觉得他影响了百货大楼的形象和声音 因此将他辞退了 工作和感情的受挫 令包容厅开始心灰意冷 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 于是更加似乎忌惮的和男人来往密切 而他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 彻底折扰了妄自成功的母亲 但此时母亲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亲属长大的孩子 最后竟然会要了他的命 这是死刑犯包容厅生前的最后影响 他是母见师 凭义己之力落得重判心理的悲惨下场 以这局即将被枪决 却明就一个人签了给他送行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呢 1994年 包容厅失去了百货大楼的工作后 受不了母亲的唠叨 于是就在外面租了房子租居 而这也更加方便他带男人回家 由于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男人进入他的房间 房东觉得影响不好 于是就将他赶了出去 直接由门就住处 包容厅只好再次回到家里 而他回到家后 并门就任何收敛 经常带各种男人回家 母亲为此经常说他不顾正眼 为了让他收信 他还专门给他安排了相亲 在母亲的安排下 包容厅很快成了家 但却与他之前的种种行为 再加上迟迟温就出去工作 因此母亲经常在他妻子面前 不给他留任何面子 甚至至于不用防着女人 但千万别让他和男人接触太多 原本妻子就知道包容厅的情况 但他心中总怀着侥幸心理 觉得包容厅是因为喜欢他 才跟他结婚的 但渐渐的他发现 包容厅对他并不是爱情 而是友情 于是他果断的与包容厅离了婚 而包容厅却觉得 自己变成这样是母亲一手造成的 于是变得更加自暴自己 不仅不去找工作 还在家好吃懒做 觉得仅靠低薄就能养活自己 母亲觉得他不能一直这样 不自进去 于是准备找他谈谈 正巧这天包容厅起来吃宵夜 看到母亲后 他理所应当的让母亲给他做饭 自己则悠闲的开始看电视 母亲见此情况 于是再次唠叨他 这些话包容厅说的太多遍了 因此就和母亲争执了几句 没想到情急之下 母亲再次提起 他与男人来往密切的事情 这件事彻底戳到了包容厅的精灵 他不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管他 母亲却细致 救了这件事不放 胜痛之下 他拿起刀将母亲砍死 虽后会了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又对母亲的尸首进行了点故 等做还这些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 于是慌慌张张的打扫一下现场 就跑了出去 但就去现场残留的线索太多 因此警方很快就将他抓捕归汉 面对审判 他并没有恐惧 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错 有句案件性质厉 最终他被判处死心 他做出如此擒承不住的事 各个姐姐都无法原谅他 因此直到他被相决 也没有一个亲人为他送行 而他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究竟该怪谁呢